歡迎收看娜娜爽聊SoM Talk 這是娜娜大師與EMZ 深恆昌合作的節目 今天阿拉斯要陪我們聊什麼主題呢 今天的主題就是 這些超紅的華語歌國外竟然都翻唱過 沒錯 而且很多都很紅 因為其實大部分人會想到 就是我們常常會翻唱很多不同國家的歌曲 譬如就是會有徐華玉的妙妙妙 就是前一陣子非常紅的庫隆原唱 對 好像那一陣子很多韓國的歌曲都這樣 注入到華語市場 超多的 而且今天呢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其實呢 非常多華語歌曲也非常的精彩 國外也有翻唱過 這段是很驕傲 這段是驕傲的 這段是驕傲的 對啊 嫂子妹妹知道說我們只會翻唱別的歌曲 NO 我們也是有很多的作品 對 很多好的作品都有外銷到國外去的 譬如其中一首歌就是我們其中那個 百萬暢銷專輯裡面有張惠妹跟張學友 有 都是姓張耶 好 我們其他信誠 我們其他信誠的人都沒有很沒用嗎 我姓徐 徐華語齊上面生技也蠻好的 徐若萱 對啊 本名姓什麼啊 柯 柯 柯佳燕 演戲是不得了 到底為什麼要拍這個 硬要拍 硬要拍 對啊 現在 重點是張歇勇呢 有一首歌超紅 問別 問別 我和你問別 在無人的節目 你會模仿他嗎 我不會耶 因為以前很多那種模仿節目都會模仿 一定知道模仿他 我和你問別 他那個 別 也有那種感覺 不是 為什麼臉相當不對 臉是對的嗎 對的 我跟你講 而且這首歌呢 它是一杯翻唱成英文歌 我們來聽聽看它的版本好不好 我們先聽聽看 它是丹麥知名的搖滾樂團 搖滾麥克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and hold me Show me what it's not 我知道什麼是那愛情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heart 他很貫插的歌名 怎麼說 我們剛剛聽的那一段裡面 就已經出現三次 Take me to your heart 因為我和你問別 他也沒有在 我和你問別 他也沒有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heart 什麼的 他真的是很貫徹 我剛剛還有一首 就是我前陣子有訪問 然後現在金曲獎 也是真的是 入圍非常多項的 菲 就之前的歌詞叫 菲爾樂團 就Lidy啊 這種歌超紅 對 我們先來直接聽聽看 因為我們很期待給大家聽 這一歌 因為它的版本 雖然跟 吻滾不太一樣 但是它的 其實它的 它其實的冰曲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重點是歌聲 歌聲仔細聽 超過很多疑惑的眼神 就是我直接說我們真的聽太習慣飛的聲線對不對 對對對 那這詞歌太經典了 然後這個聲音聽起來又很甜 超甜 你知道很像 我以前在 學生時期會 其實會載很多重音節目來看 因為沒有電視 然後會有那什麼 兵於娛樂 那我就是 可是你仔細聽 你不覺得很像 吻滾小站會播到隨機的音樂 就是那一種 你是網友自己隨便嗎 對 之類之類 我不確定這個藝人是不是 網友等級 因為我們找不太到它的資料 它其實 真的資料比較 可能中 那沒那麼國際 在韓國超級紅也不一定 它叫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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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而且聽說 我是聽說 如果真的有錯 拜託幫我告訴我們 就是聽說 它這個歌手 他的MV都是來台灣取景 但是我找 我有點找不到 對 如果真的有這個資訊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下一個呢 其實是我覺得蠻特別的 我真的沒想到 這首歌會翻唱到 那個國外去 因為其實是 烏克群 烏克群有非常多首 也是很經典的歌 很經典的歌 對 但是國外的歌手選擇 沒關係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你怎麼會想唱 因為烏克群 你有那麼多首歌 你比較不會第一時間想到是 沒關係 我要去選這種歌唱 可能也許是 我不選 幾年 之類的 對啊 我們有查詢 有非常多的歌 都是在2000年前後 被大量翻唱 那是一個華語音樂 最經最滅峰的時候 對對對 然後 其實這首歌 沒關係是2010 所以我特別想拿出來聊 因為是比較中後期的時期 而且你知道它裡面就是 也把沒關係放在他們的歌詞裡面 真的啊 我沒有聽到 Kang Chana 哈哈哈哈 真的 真的 真的啦 真的 因為 我請大家就自己去搜尋這首歌 這首歌他們韓國人翻唱 它是一個團體它叫Focus 然後它的歌名叫做 For My Fans 對 它是在2011翻唱的 然後重點是呢 這個團體呢 其實還有跟郭書瑤合作一首歌 有有有有有 所以剛才沒關係呢 你們就是自己去Google 因為我覺得 郭書瑤合作這首歌非常的精彩 郭書瑤合作這首歌呢 就叫做 J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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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對耶 其實它是一個融合 對是是是 因為東南人一直以來 非常多原住民文化的一些 複製 然後它也是有寫音 因為它是跨臉東部 它是東部 韓國也有充他們啊 對啊 它其實就是一種 寫音感 對對對 兩邊都有共鳴 對對對 但是提到寫音感 你知道 所以既有一個我覺得 東海岸有讓我們站在國際上 你知道什麼是嗎 什麼的 我們得到第一個葛蘭梅獎 第一個葛蘭梅獎 那為什麼它會得到呢 我們先掌聲鼓勵 我們先掌聲 八哥浪 它奪得了葛蘭梅獎裡面 最佳唱片包裝設計獎 而且它的唱片的封面 其實就是在呈現 台灣東海愛的那種面貌 哦就是那個 等高線圖嘛 沒錯 而且我們今天已經拿到這張專輯 這個專輯 我告訴你現在真的 很難買 非常難買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現在就下雨訂購 一張的我們賣六萬六 我跟你講這個專輯真的很厲害 因為它是第二代馬蘭銀唱隊 以及呢 董事長樂團跨界合作錄製的 其實它的內頁設計呢 其實非常的厲害 它其實就是要呈現 就是台灣山海地貌的 阿美族的文化 其實阿美族你們彼此會了解嗎 你是有辦法講出來的嗎 你要講到特色嗎 對 而是說阿美族啊 不是 我跟你講 我也不敢亂講 沒有人認 我可以從音樂上面來說 就是阿美族的那個 音樂啊 他們很多那種 復音齊唱的那個 段落的分配 都很特別 你邊講邊拆 想看這樣 所以呢 它其實這張專輯裡面 其實可以聽到 馬蘭銀唱隊 跟董事長樂團 他們把傳統跟流行音樂 用阿美族的 復音傳唱的方式 重新詮釋這樣 所以其實很不一樣 天啊 而且這是第一個 這是我們第一次得獎對不對 對 這是我們第一次得了葛蘭梅 首次得了葛蘭梅家 因為以往其實真的有不同的 朋友們 就業界的音樂人有入圍過 但是都沒有真的順利得到 我們其實在台灣上面 有非常多的文化 以及音樂素養 甚至在國外慢慢的發酵 對 很值得就是掌聲鼓勵 而且他們歌名都很有趣喔 都很符合當地的那個名情 比如說 第二首歌是原住民恰恰 然後第三個是 不要再喝了 還有小米歌 對 然後還有在海邊遇到你 都很符合那個 在一個東海岸的那個族群生活的樣子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在醜備這張專輯的時候 他們是真的有經費不足的狀態 然後曾經要喊停 真的喔 對 你知道其實在這個過程 他一定有他的心中的夢想要完成 他覺得他的理想是怎樣 可是中間都會有人跟他講說 請你不要再做夢 他是有真的遭受到這樣子的 比較現實的考量 大家可以上網Google一下 那其實這張創片呢 現在要訂購的話 這真的要到六月台 要有機會可能來 剛剛我們聽過就是韓文翻唱 我們再回到就是 美語系列的好了 英語系列的 重點呢 重點是陶喆 因為他算是真的 算是很鼻祖 代理台灣進入R&B時期的 一個重要音樂 對他真的就是一個 分水嶺 分水嶺 對 要講到分水嶺 因為他一開始就唱 然後唱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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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唱不行 你看你一個阿敏就一直想要繼續唱 然後朝鮮的這首歌呢 他的愛很簡單 就被一個叫做 史都華麥克的西洋歌手演唱過 他的歌名叫做 I love you 他是大師 你看他叫一個 史都華麥克 那是大師耶 史都華麥克大師 I love you 我們來聽聽他的 I love you 而且我這邊有助記 他的人完全是我的大菜 好 那我們就來看他 我們就來看他 很好看 他好 他好迷人喔 好帥喔 好帥喔 他真的很帥 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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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們錄鏡很好笑 OK 錄鏡看 錄鏡看 很帥 很帥 可以進來看 很帥 帥不帥 很帥 每天就是有這麼好的歌 然後有很多的語言 然後去全是這樣的旋律 你有沒有發現就是歌好聽 所以翻成各種語言 用各種風格的唱都好好聽喔 沒錯 我覺得大家不用去特別說 他都是什麼翻唱專輯 沒有 好這件音樂就是值得這樣 被多多的渲染 沒錯沒錯 而且呢 史多華麥克呢 其實中間呢 還有一段時間是 他有跟蔡依林合唱 他有跟蔡依林合唱 對 而且就是選擇 淘哲也有跟蔡依林合唱過的歌 他是 他把自己變成淘哲 你知道幹嘛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片段 超可愛的 我羡慕蔡依林 對啊 英文版的耶 蔡依林應該也是開心對不對 對 我覺得他很絕約 你剛剛有看到他那是少女的這樣跳嗎 你看你看你看 有 你覺得他跟陶哲會這樣嗎 一定不會啊 他剛剛是說完麥克怎麼像 他剛剛是這樣耶 對啊 我好想永遠停留在史多華麥克這一個人 好啦 我們就讓大家了解史多華麥克 他是來自於英國倫敦的搖滾情人這個封號 大家可以好好地搜尋他 真的是很棒 你知道除了陶哲被英國倫敦的搖滾情人翻唱過之外 還有一個韓國歌手也是把自己當成陶哲 因為剛剛 我們懷疑 翻唱陶哲是不是都有這樣子的偏好 因為剛剛是 唱了陶哲的歌嘛 又代替陶哲歌在臉 這次呢是有一個韓國歌手呢 他唱了三首的陶哲歌曲 我好喜歡他的聲音喔 真的 對 他聲音超好聽 對 他有唱了飛機場的十點半 以及愛恨姐那一支melody 哦 我們都聽一小段就好了 對對對 很好聽 很好聽 因為我也沒辦法補完這首歌 他這首歌的歌名叫做 Baby Baby 然後他叫曹奎燦 然後他的melody也非常地好聽 而且他也有翻唱I love you哦 那是韓劑的歌 真的是韓劑的歌 上會腳在流淚 哈哈哈哈 然後送上Cinna Massa 然後兩人會相遇 我看的是那個遠方 對 好冷哦 這是韓劑的歌 哈哈哈哈哈哈 太好聽了 整集真的太好聽了 我直接你們不要看了 我下面放歌單 你們直接都去 我們不要討論 不要聽 你們不要討論 你們就直接聽了 真的好棒哦 來 接下來是我們兩個也蠻喜歡的歌手 孫燕姿 他的翻唱 被翻唱歌曲是綠光 綠光 但綠光的確聽起來 很有異國風味 我一開始以為他可能不是 因為他唱跳踢踏舞 然後其實韓國歌手呢 其實有很多翻譯 叫李曉恩或李素音 那就是翻譯上的不同 他的歌名叫做 很久很久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他也有呈現他的 踢踏舞的那個片段 他連踢踏舞也 一樣的那個翻跳 對 對 翻 跳 真的 他也有翻跳 他只跳一小段 沒了 他沒了 沒了 他跳完 哈哈哈哈 而且我播很短 然後他們都沒跳 因為他 因為他在進場上的時候 可能為了要唱吧 就不方便跳 然後我在看完說 他到底要不要跳 哈哈哈哈 真的 我一直期待他跳 但是這種歌本身就很好聽 其實不跳沒關係 哈哈 我剛才有聊到蔡林 有聊到孫燕姿 但也可以順便聊一下 蕭雅軒 都同一代的 我超愛蕭雅軒的 他其實有一首歌叫做 我愛你那麼多 你還記得怎麼唱嗎 你幹嘛唱主歌 我愛你那麼多 所以那麼痛 因為這種歌其實也不是蕭雅軒 大家第一時間會想到的歌曲 所以我覺得他翻唱也是很特別的一個感覺 然後其實這首歌也是 蕭雅軒媽媽最愛的歌 所以對蕭雅軒意義非常非常的重 這首歌也是被韓國歌手 叫做浦榮河 或者是浦榮夏 有翻譯不同 然後他叫做 I love you so much 我們來聽聽看他的版本 大家第一音歌我可以聽一下嗎 好 好好聽喔 I'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This rain is cutting through 哦 會融化 I'm in my heart It hurts so deep to be apart 好好聽喔 今日的最後一首翻唱歌曲 我選擇這首播給大家聽 是我們的天后中的天后 王菲的歌曲 然後王菲也超多歌 超紅的 其中一首歌叫做我願意 你還記得我願意怎麼唱嗎 我願意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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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我姓名 只要多一秒 留著你還你 要模仿王菲 為什麼選擇這首歌到最後呢 因為其實剛剛的翻唱 一聽都可以聽得出 原曲的感覺 那其實這個翻唱比較像改編 有點乍聽沒有辦法理解 它竟然是我願意 但是它的字像上面就是寫 它是改編成英文版 叫做Still Here 它是由 林恩馬蓮 我的中文真的很 林恩馬蓮 林恩馬蓮來演唱 它是一個挪威的唱作歌手 我們來聽一下它的版本 真的一開始聽的時候會想說 沒有發現 就是一首鄉村pop 對 就是可能就是那種 以前那種傑西卡辛普森啊 對對對 那種曲風 對於你 我要以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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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改不同不會 對 對 I think she thought youες I think she thought ye zero 看若 沒有這樣比對 其實乍聽之下是想不到的 是因為我們先前跟原版很接近 我們都很容易就戴 然後這個我們看 我就 那個 我約 就是在想說 你是不是在怎麼音樂 是我的問題嗎 不是不是 我覺得我們辦得很好 我們做得很好 我們是音樂人 其實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歌曲 都還是有被翻唱過 我記得我在那邊用嘴巴帶過就好了 譬如呢 陳奕迅的《因為愛情》跟王菲合唱的 有被弗雷德樂隊翻唱 然後呢 周華健的朋友 安泰迅也有唱過朋友 以及周杰倫的《心情》 有被慈昌迅唱過 梁靜茹的《勇氣》 有被安契炫 加上吳建豪合唱 然後以及 情非得已 余承慶也被金燕宇翻唱過 其實我們沒有全部都列出來 相信一定要有非常多 如果你有聽到哪首歌 沒有今天被聊到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讓大家知道一下下 非常的開心 今天可以跟大家聊這些 我們台灣華語音樂 在國際上發揚光大的一種音樂 很期待 我們現在有更多歌可以被翻唱 對啊 你希望你之後未來 可以常常過激嗎 如果我的單曲 我的單曲你們也可以翻唱一下 未來也許有機會發生 好啦 今天就到跟大家介紹這些音樂 今天我們的娜娜爽聊 鬆頭 就到這邊囉 記得到適合大家更多的影片上面 觀賞更多不一樣的內容 掰掰囉 掰掰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開始小鈴鐺喔 我覺得真的人生不容易 就是我們其實也常經歷到過一些 被人家說你不要再做了 對啊 是不是有人叫你不要開演唱會 沒有耶 大家都叫我開 喔 這麼輕易是不是也許 你不希望我開 是你的心事嗎 你 好多人說拜託你開演唱會 拜託 是喔 是這樣是不是 我會想說演唱會 求我 我太開玩笑的啦 我太開玩笑了 我太開玩笑了